你能分得清现实和梦境吗?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认为 你在看视频的这段时间就是现实世界 而睡着之后的梦境则是虚拟世界 可事实是这样吗? 大家好,我是一号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我们的世界是否真实 我们先从一个故事开始 庄州梦蝶 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说 庄子梦到自己变成了蝴蝶 非常生动逼真 全然忘记自己是一个人 当庄子醒来的时候 他才发觉自己仍然是庄子 然后他就提出了一个疑问 究竟是庄子梦中变成了蝴蝶 还是蝴蝶梦中变成了庄子 很简单的故事 却还真实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对于梦境 我们人类从未真正弄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何这种存在于我们睡眠中的世界 是那么的真实 而庄子就是抱着这个疑问 开始思考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在庄子这本书中 庄子提到了物化这个词 所谓的物化 就是物的变化 物的转化 庄子认为 不同的东西相互之间是可以转化的 在天地之间 也就是所谓的空间中 存在着一股气 万物的形成都是气的凝聚 它们的基础性质相同 所以可以相互转化 听到这里是不是有点熟悉 对 这和我们之前讲的贤理论很像 而贤理论中的贤和庄子的气 在本质上应该算是一种东西 这就是物质的最小单位 是形成所有物质最基础的存在 这么一看 庄子的物化理论 有点早期量子力学的意思 在庄子的物化理论中 一共可以分为三种方式 梦化 生化 和死化 梦化很好理解 就是做梦了 人在梦境中 可以随意创造世界 变身 其他一切可以变成的东西 生化指的是 生物的生命周期 产生的变化 植物会长高 蝌蚪变青蛙 人的从小到大 一切生命 在生命周期内 会发生的事情 都被定义为 生化 最后一个是死化 生老病死 在庄子的理论中 被看得很开 他认为生物的出生和死亡 不过是物质的一种转化 生是气的凝聚 世是气的消散 可以说 庄子的这一理论 真的就有些 早期量子力学的意思 在量子力学的概念中 人和砖头 没有啥区别 都是由最基本的元素组成 而固件 现代物理学中 最基本的信息水红定律中 和庄子的物化 描述很像 这个定律 我们之前在讲 霍金辐射的那期视频中 有提到过 就是说 任何物质的信息 不会毁灭 也不会平坤消失和产生 但信息的状态 可能会随着物质的转化 而发生变化 这个其实就很好理解 还是拿苹果举例 一个新鲜的苹果 放在这里 你把它切碎了 或者让它自己腐烂掉 你也可以把它吃掉 但不管怎样 这个苹果的信息 不会消失 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 不过 其实有一种东西是例外 那就是黑洞 但黑洞这玩意儿 人类也是一知半简 虽然研究人员 拍到过黑洞的照片 但对于黑洞的了解 大部分还是只能猜测 而且这个猜测 大部分都还是爱因斯坦猜了 后来人 也只是在这个技术上 跟着猜而已 物质这个概念 最早提出的还不是庄子 而是老子 老子一书中 有这么一句话 道长无为而不为 猴王若能守 万物将自画 化而欲作 无将振之 以无名之谱 无名之谱 亦将不欲 不欲则尽 不欲益尽 天下将自证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大家不硬刻意去做某些事情 跟着自然发展就可以了 老子的物化思想 其实有点朦胧 不是很容易理解 但是到了庄子这里 概念的解释就通俗易懂了 很有理论物理学的味道 这么一想 古人的智慧也不一般 如果庄子在养个猫的话 那可能就没薛定谔的猫啥事了 开个玩笑 不管是我国古代的老子 庄子 又或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 古人对于人和物的思想探索 早就达到了一个高度 但是这个高度 往往都没有办法去衡量 因为人对自己的本源 和身处的世界 都是极为陌生的 哪怕是几千年前 亦或是几千年后的今天 也是如此 庄子梦见自己变成蝴蝶 分不清现实和梦境 引出它 什么是实在世界的思考 而这个问题回到我们身上 我们又能分得清 什么是现实 什么是虚拟吗 对于虚拟世界的想象 这部电影一定要提一下 这就是黑客帝国 这个故事发生在人工智能 已经全然统治了地球的背景下 母体计算机 已经控制了所有地球资源 但是由于计算机的能量 来自于电 而计算机发现 人类是最好的发电机器 母体计算机 把全人类 制作成了一个个发电机器 但是如果人类 意识到自己处在 特别痛苦的环境下时 发电效率就会很低 生命周期也会变短 然后母体计算机 就给全人类 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 生活在虚拟世界里的人 全然不知道 真实世界的自己 只是一个小小的发电机器 而活着的意义就是 给人工智能充电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人类全然不知道自己的处境 但仍然安逸地 生活在模拟的世界里 虚拟现实技术 绝对是我们未来的 一种发展趋势 人类在懒的道路上 只会越走越深 我们可以大胆推测 21世纪的网络时代 科技的进步 消费的增长 这一切的基础 都是建立在我们的懒之上 网络购物 数字支付 在线打车 自动驾驶等等等等 一切都是建立在便利之上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懒这个字 促进了技术的变革与发展 而以后的数字娱乐系统 也一定会往虚拟现实发展 要说用到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沉浸式体验 可以自己上镇打怪 能够线上试衣服 试发型 试妆容 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交给电脑完成 那么假如有一天 我们人类的虚拟现实技术 可以创造出 几乎和现实 完全一样的世界 是不是也可以说 我们同样也可以创造出 一个虚拟的真实世界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可以反向推理一下 如果我们的世界是虚拟的 牛津大学的哲学家 尼克·伯斯特罗姆认为 拥有强大算力的先进文明 可能会在计算机中 模拟他们的祖先 并且他们可以同时运行 很多这样的模拟事件 这也意味着 强大文明建造的虚拟世界中 所有的文明都是人造意识 而这些人造意识 都是由独立运行的 AI智能程序 他们可以独立学习 完全模拟在 设定好的思维智商限制内 这个想法非常大胆 觉得不可思议的同时 却又找不到 可以反驳这个理论的重拒 在我们现代物理学的研究中 你越是深入 越会发现我们的世界 很大程度上 是建立在数学定律上 物理学家们 一直在探究 宇宙奥秘的同时 最终的目标是 找到一个完全 适合我们这个宇宙的定律 如果能找到这个定律 那就能解开 我们这个宇宙的很多奥秘 如果我们是电脑游戏中的 一个角色 我们最终将会发现 游戏的规则 完全是死板的 基于数学的 也就是说 如果人类能找到 我们这个宇宙 所遵循的固定规律 那么就说明了 我们这个宇宙 很可能就是已经编程好的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宇宙 可能是虚拟的 而我们也可能 就是这个真实游戏中的 一串代码而已 当我在网上 搜索关于虚拟世界证据的时候 看到这么一张挺有意思的照片 乍一看还以为 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出了bug 但其实这是一个 控制电子广告牌的电脑死机了而已 不过在现实中 相信我们的世界是虚拟的 就有这么一个大人物 他就是埃伦马斯克 什么硅谷钢铁侠 火星上退休 这个还算年轻的梦想家 一直坐在完成自己的梦想道路上 扯得有点远了 不过埃伦马斯克这个人 真的就是不按套路出牌 靠着变成天赋 不到30岁 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那么年轻还那么富有 干什么呢 继续做软件 然后开发了个支付软件 和另外一个支付巨头合并后 身价又翻了几番 之后没啥事的埃伦马斯克 就开始造火箭 造汽车 琢磨太阳能发电 搞人工智能 就为了自己想回火星看一看 不好意思 真的就是感觉 他是想回火星看一看 这家伙经常会在采访中 聊聊自己的退休生活 希望在火星上退休 并且把家搬到火星上 一般人而言 你可能会觉得痴人说梦 但从这个人口中说出的话 分量还是足一些的 埃伦马斯克 不光会经常说在火星上退休 他还经常会聊到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可能是虚拟的 并且他在一次采访中 还说了这么一段话 40年前 我们只能玩一款 叫做Pony的游戏 现在看起来很傻 两个方块 加一个原点 40年过去了 我们有仿真图形 三顶模拟 每天都有上百万的玩家 沉迷其中 而这些技术 每年都有很大的进步 很快 我们还会迎来虚拟世界 和增强现实 考虑到技术改进的速度 这些游戏 很快将会变得和现实难以区分 哪怕把现在的技术发展 速度降低1000倍 一万年后的发展水平 也将难以想象 你知道 一万年对于进化史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鉴于能混淆 虚拟和现实的游戏 不可避免 一定会出现 而且这些游戏 将可以在任何平台上运行 比如机顶盒 个人电脑等 到时候这些设备的数量 达到十级亿级 所以对于单个的人来说 你生活在真实世界的几率 只有十亿分之一 这个理论有瑕疵吗 没人能反驳我吧 也确实 虚拟世界增强现实 智能AI 在短短的几十年里 人类通过芯片搞出来的东西 已经颠覆了太多了 往后再发展个几十 几百 几千年 虚拟世界的逼真程度 也许就可以媲美真实世界了 如果是这样 那么人类也将会成为 新营人的造物主 手机里的电子宠物 游戏里的角色 甚至现实中的生物 都可能成为 人造世界中的一个新生命 别以为这是听起来玄乎 埃隆马斯克 还是埃隆马斯克 早就开始 琢磨这事了 并且在2016年 成立了一家 专门研究神经科技的公司 这个公司主要的研究方向 是脑机接口 把虚拟现实的服务器 和人脑连接 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人脑可以接入 计算机服务器 人类大脑所做出的命令 都可以直接在 虚拟世界中实现 人类想接受到感官刺激 也只需要通过计算机 模拟信号输入大脑 举个简单的例子 现在的AI虚拟世界 还需要通过人 动手动脚 让计算机捕捉人类的动作 再把这些动作命令 输送到计算机里 才能完成相应的动作 但这有什么坏处呢 第一 就是不能完美地捕捉 人类的动作 至少现在不能 第二 延迟 你做出的动作 计算机通过赤像头 捕捉动作 然后再绘制图形 生成动作 这一系列的操作 都需要达量预算 不可能不存在延迟 玩游戏卡 那肯定体验感差很多 第三 感官受限 即使AR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 想要实现全方位体感 那可能需要一套 电影中才有的感官套件 但是那东西的价格 高不说 肯定不好用 那么脑机接口有什么优势呢 以上三个缺点 统统没有 人脑命令 直接到达计算机 不论什么命令 只要计算机有预设 我们都可以完成 甚至可以通过自己编辑命令 直接建设新的预设动作 省区中间上赚差价 延迟肯定也会大杂降低 感官刺激就更简单了 你电脑做出什么样的命令 计算机 就会给你的大脑反馈 什么样的感觉 完全实现现实感 马斯克曾不止一次说过 人工智能的发展 可能会给人类带来危险 但如果人类通过计算机 加入这个虚拟世界 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但如果人类大脑 能够接入计算机 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 相信不少小伙伴都已经猜到了 那就是意识进入计算机了 叫肉体还有什么用 之后我们好好聊聊人工智能 今天咱们就不展开说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 记得点关注 有幸在网上看到一篇 清华大学教授的演讲小节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是客观的世界 人类是如何感知我们这个世界 首先 我们绝大部分感知这个世界的信息 是通过我们的眼睛 人类基因中 有30亿个剪辑队 是与视觉相关 而剩下的感官 加起来也就几十个 但是 你认为我们看到的世界 就是真实的吗 我们人类所能看到的世界 只是390到700纳米之间的电磁波 这个波段也叫做可见光 但是 动物的视觉感知 可以感受到更为广泛的电磁波段 比如 蜜蜂可以感知紫外线 皮皮下 有14种感光气宝 所以动物看到的世界 可能和人类看到的全然不同 那么究竟哪个才是客观的世界 虽然我们人类看不见那么多波段的光 但是我们通过一些传感器 感知到了辐射其他波段的电磁波的物质 比如说 辐射X射线的 和红外线的物质 这些物质 和其所辐射能量的存在形式 只占了宇宙的4% 大量存在我们这个宇宙的暗物质 和暗能量 其实根本不会向外辐射电磁波 暗物质 和我们的世界并没有强相互作用 也就是说 它们可以随意穿梭我们的身体 和身边的物质 而就在这个暗物质的世界中 可能就存在着 诸多和我们一样的智慧生物 正在观察着我们 今天 我们人类所做的事情 一定会在时间维度上留下信息 而这个信息 可能会被整个宇宙感知到 而人类的所谓的客观世界 只是对这个世界的主观感受 从这位清华教授的演讲中 我们不难发现有一种东西非常重要 那就是信息 某种意义上来说 不管是虚拟世界 还是真实世界 其最基本的元素 一定是信息 而这个最基本的信息 构建成了 所有存在的 实在的 虚拟的物体 就像我们现在使用的计算机 它最基本的信息 只有零和一 而就是这么简单的两个数字 搭建成了 如今人类社会 离不开的虚拟网络世界 那么终有一天 我们人类的世界 是否真实 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那么终有一天 我们人类想要找到这个世界的答案 就必须要去 寻找我们这个世界 最基本的信息 那个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中的 零和一 我是一号 带你探索宇宙 好 %& 谢谢观看